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四月封信的频道 自从我发布了几期关于Costco面包生胚的视频之后 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并且表示想了解更多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和大家聊一聊Costco所有的面包生胚 以及在加拿大的Costco可以买到的整箱冷冻食品和冷藏食品 在Costco烘焙部门的货架上有各种各样的面包出售 那么这些面包都是在本地的Costco自己的面包房 用面包生胚烘焙而成的 所以大多数面包都有对应的面包生胚 安省的各个门店可能略有差别 我们本地的Costco目前有12种 第一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牛角包生胚 它是已经整形好的 一箱内204个 价格是59块9毛9 单个的价格是29分一个 牛角包面包又称为新月面包 牛角包是在面粉中加入了大量的黄油 经过反复的叠层制成 烤后会呈现层层起酥的脆皮状 虽然热量很高 但其酥香充满奶香的口感 还是备受人们的欢迎 将牛角包生胚取出 室温解冻30分钟左右 用烤箱烤十几分钟 就可以烤出酥香浓郁的牛角包 烤出来和Costco店内卖的成盒一模一样 但是刚刚出炉的更香 这个牛角包在Costco店内的成品 是5块9毛9一盒 一盒内有12个 每个的价格是5毛钱 店内的冷藏区域 也有小盒的牛角包 这一款前两周还有折扣 它是已经发酵好的牛角包 我感觉用这个牛角包烤出来的牛角包 比用面包生胚烤出来的更加蓬松 价格也差不多 如果有折扣 我建议买这个牛角包就可以 打折后单个价格是4毛钱 第二种是苹果派冷冻生胚 一箱内是70个 价格是32块9毛9 这个是酥脆的 类似牛角包的外皮 里面包裹着烘烤的苹果馅 刚出炉的热乎的还挺好吃 这个苹果派的成品 是一盒8个7块9毛9 第三种是冷冻的掰狗生胚 一箱内78个 价格是19块9毛9 它的中文翻译是贝果面包圈 由发酵了的面团捏成圆环 在沸水中煮过才进烤箱 所以它有着充满嚼劲的内部组织 和色泽松脆的外壳 白狗在Costco的成品是6块9毛9 两袋一共12个 第四种是冷冻的法棍面包胚 一箱内有26个 价格是28块9毛9 法棍面包是由不含油脂的面粉制作而成 外皮酥脆虽然有一定的硬度 但是里面的组织结构依旧很柔软 而且很有嚼头 带着面粉特有的香味 法棍面包也是欧洲餐桌上的主食 把它切成斜块 配着橄榄油或者黄油来吃 法棍面包店内的成品是4块4毛9两个 偶尔也会有着扣减一元 本周打折还有这种短一点的法棍面包 一箱20个 第五种是无糖的方形工匠汉堡生胚 一箱内84个 价格是20块9毛9 这个面包生胚的成品是5块9毛9 12个 第六种是冷冻的饼干生胚 一箱内一共有120个 有三种不同口味 价格是22块9毛9 边内的成品是24个 价格7块9毛9 这个巧克力饼干很酥软 但是有点甜 在冷藏区域也有巧克力饼干 一箱也是120个 价格24块9毛9 如果有人尝试过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第七种是芝士奶酪蛋糕 这个应该不能算是生胚 因为它已经是做好的了 一箱内6个 66块9毛9 单个的价格是11块1毛6 比店内的成品17块9毛9 要便宜一些 但是整箱的上面没有草莓酱 第八种是这个长条的巧克力蛋糕 它也是做好了的 整箱出售 价格是89块9毛9 每一个约11块2毛5 店内的成品带巧克力棒装饰的是16块9毛9 这个巧克力蛋糕 没有白色的提纳米酥美味 要是有这个提纳米酥整箱的就好了 第九种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 布里欧修冷冻面包胚 它一箱是336个34块9毛9 每一个生胚的价格是1毛钱 这个面包生胚是没有整形的 可以自己在发挥 做出各种花样面包 店内有这个布里欧修面包胚的成品 是36个5块9毛9 每一个1毛7分钱也不贵 布里欧修面包的特点是 高比例的鸡蛋和黄油的加入 使得它的口感格外的柔软 用这个面包生胚可以轻松的 复制面包房里的各式面包 我有用过这个面包生胚 做过各种各样的吐司 出来的吐司效果非常好 口感绝对不输店内卖的 10块9毛9两包的 还做过葱香小面包和葱香奶酪面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 说明内的视频连接 这个面包生胚的成分表 我用中文翻译了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保留 它在里面确实添加了稳定卤酸 和一些其他的我们自己在家做面包 不会添加的成分 但是只要是超市卖的面包 相信这些成分都少不了 第九种生胚是无糖的 意大利Sabbata面包生胚 这个面包生胚不含糖低油 相对比较健康 一箱内也是有336个 价格是20块9毛9 这款生胚仅用酵母和橄榄油低温发酵 和我们中式食谱的发酵过程很相似 它的成分表和布里欧修面包类似 但是不含反式脂肪 也不含胆固醇 店内这个面包生胚的成品是5块4毛9一袋 一袋内有36个 这个面包生胚的发挥空间更大 它除了可以做披萨的饼胚 更可以来做宗式的葱油饼 甚至可以炸油条 而且炸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呢 第11种是这个无糖的9种古物的三角冷冻面包 它也是整形好了的 一箱162个22块9毛9 店内的成品是一袋18个5块4毛9 基本上生胚的价格都要比成品便宜一半 也有的朋友拿它来再次整形做成芝麻馅饼 但是我觉得它和牛角包生胚一样 发挥的空间比较小了 第12种是这个脆皮的巧克力冷冻面包胚 它的价格是71块9毛9 368个 但是在我们温莎店我并没有见到过这个生胚 店内的成品是6块9毛9一盒内16个 它是牛角包酥皮里面裹着巧克力 这得是特别爱吃甜食的才会买上一箱吧 除了这些成箱的面包生胚 蛋糕及饼干 店内还可以定制几种整箱的凉菜 给节日里面的聚餐提供很多的方便 第一种是这种用牛角包做的三明治 它就是前面介绍的牛角包成品 中间有切开像汉堡包一样 中间夹了火腿芝士以及蔬菜 一份2.7公斤价格是44块9毛9 份量够16到20个人享用 第二种是这个去壳的已经煮好的大虾 也是44块9毛9 2.4公斤重 冷藏区域有小包装的1.1磅14元左右 第三种是这个芝士火腿大拼盘 同样是2.4公斤44块9毛9 内含三种芝士以及三种不同的火腿 这个是在北美聚餐人们喜爱的开胃菜 如果要购买这些大包装的凉菜 需要提前48小时天表 然后投到这样的一个箱子内就可以 了解了Costco的这些方便食品 希望能够对您在节日里准备大餐有所帮助 好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